又到七一了 不論你是在這個特別日子選擇去維園的草地 還是去維園的球場看展覽 甚至甚麼都不做 在家裡休息兩天也好 天氣這麼熱 晚上最好當然是開著收音機 聽我為你們選擇的好歌 是不是很想 今天剛剛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回歸祖國的21周年 時間確實過得很快 我很清楚記得在1980年 我開始考慮放棄波斯頓教育部的工作 再度讀書 增長自己在公共行政方面的知識 然後回來香港用我積聚十年的工作經驗 去服務這個出生地的市民 我是夢想成真的 我是有機會參與政府的工作 製造政策在宏觀的層面 改善市民的生活 我覺得在回歸前的十幾年 一定會是十分有趣的時間 有這樣的機會成為政府的一份子 真是非常難得 所以回到香港之前 跟太太的家人也有不少的討論 外母就不太了解 為甚麼我們要走相反的方向 當香港人離開之時才回到香港去 外母也是有她的邏輯 但是我們都已經落定了決心了 作出嘗試 亦都可以給我們的小孩一個機會 在自己用母語的地方那裏成長 不會成為白心的中國人 我亦都很幸運 有份參與回歸的活動 在當日參與了不少的項目 包括港督府樂旗那一刻 看到在天馬廣場傾盤大雨的表演 在會展中心內面的交接 在碼頭送別彭定康和她家人等等 在回歸之後 我亦都有機會擔當不同的工作的崗位 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 包括海關關長 規劃地政局局長 商務創新科技局局長 特首辦主任和財政司司長 一眨眼就36年了 真是快 祝大家有一個開心的回歸晚上 回歸日是一個很有特別象徵意義的日子 最難忘的七一對我來說應該是1997年那個 當時我還是港督的私人秘書 我還記得6月30日當晚是落傾盤大雨 加添幾份好戲劇性 在天馬廣路天牆地舉行的英方告別儀式 我是坐在英邀來香港出席移交儀式的 哥倫比亞代表的旁邊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職位的 我們沒有交換卡片 也沒有交談過 因為他是不會講英文 而我講少量的西班牙文會講得很辛苦 所以大家只是笑一下 而沒有講過一句話 我很記得他站在兩旁 有四個擔任是拿著一把傘的保鏢 於是乎四把傘的雨水 就不停地落在我的身上 我當時都已經是全身濕透了 西裝都要報銷 所以加多幾滴都是分別不大 所以我都沒什麼出聲制止他們 其實當日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還是有機會再告訴大家 在我的公務生涯之中 經歷過很多個難忘的七天 從看著英國國旗下來 中國五星期歷史性感在香港升起 那個傾盤大雨的凌晨 到數以十萬計的市民湧到街頭 表達他們對政府不滿 和憤怒那次熱到透不過氣的一天 點點滴滴 很多難忘的時光 救我一世迴避 有人提議過我應該寫一本書 但是我真的太快去做這麼認真的事 我希望可以有一個玻璃瓶 裏面收集起我所有的回憶 這就認真不錯了 薯片叔叔教英文 今天晚上跟大家介紹 Crash 這個字 Crash 這個字表面的意思 就是撞擊 墮落 破裂 或者是引發的聲音 好像 The tree fell with a great crash 塌樹那個聲音 His lecture was drowned out by the crash of thunder 雷聲掩蓋了他的講貨 Crash 也可以說是撞車 Car crash 或者是plane crash 飛機墮位 緊急降落又叫做 crash landing 證券市場暴跌或者是崩潰 就叫做 securities market crash 而速成的突擊式的 亦都可以用crash去形容 例如 A crash course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電腦程式的速成課程 A crash diet 就是速效的飲食 多數都是減肥那種 Crash 亦都可以是去睡覺 I'm so tired I'm gonna crash Crash 亦都是不請自來 He is crashing the party He was not invited 可以叫他做 crasher Crash 亦都可以用作一個空虛的感覺 是一個很興奮的感覺 學完畢之後 即是 He is crashing 會是 crash Crash 亦都可以是一種布料 用來做硬皮書的書籍 是來自一個俄羅斯的文字 叫做 crashinina 很多英文字都是要看上文下 你甚至是一些地道的表達 才能聽得出意思是怎樣的